我才不吃人肉,我可是要减肥的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瘦城闪电 我不仅瘦,还能在黑暗中划破天际 给他们带来光明 所以这个故事呢,当然要从黑暗中展开了 也许有一天,你从睡梦中睁开双眼 迎接你的却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这个时候请不要怀疑 你可能像我一样被关在一个恐怖的地洞里 而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某个人所监视着 所以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场密室游戏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场游戏的另外四个玩家 尤其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刘牌先生 刘牌先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房产宠业员 体格健壮又充满了争议感 接下来是火腿肠先生 火腿肠先生是一根孤独的自闭症会计 算尽天下长生,并愁万物轮回 人称一根火腿压海滩的玉面小火腿 再然后是辣条先生 大条先生脾气暴躁 曾经打劫不成反杀人 他的游戏宣言是 做一个快乐的小二兵 让愤怒丈夫人类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小美 哦不,是黄瓜小姐 黄瓜小姐作为一位资深的幸福伺者 曾经也因为无法忍受拦有的出轨 亲手捅到她见了上帝 我说的是用刀头 看起来这四位嘉宾都挺厉害的呀 人家虽然是女主角 但是还是好怕怕的嘛 我们五个人就这样被逛在地洞里 这里设施齐全 有灯,有水,还有简易的厕所 就是没有东西吃,还不能点外卖 一开始大家还是信心满满的 刘排先生根据自己20年的环地厂经验 他决定用杯子 把一面貌似有出口的墙给挖通 火腿肠先生抓了两只蟑螂 他决定通过自己高超的养殖技术 培养出更多的蟑螂 这样就有吃不完的食物了 大条先生和黄瓜小姐 暂时还毫无作为 前者喜欢搞破坏 后者喜欢闭目养生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刘排先生的 他聪明能干 一看他的体格就知道他的船上功夫 肯定不一般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大家的希望也逐渐破灭 牛排先生用了17天时间 挖到了这面希望之墙 看到的却是一堆早已干枯的尸体 后腿肠就更惨了 唯一的母战狼还被蜡条抢去吃掉了 我们已经20天没吃过东西了 但是游戏才真正的开始 蜡条首先发起了攻击 在大家都睡着的时候 他对牛排先生来了个背后投袭 不过很显然他失败了 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食杖派 不过他却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 大家坚持到了第24天 那条成功的缩死了 黄瓜和博北强 联合起来杀害了牛排 除了我以外的三个人 都吃得很开心 这让我有点伤心 毕竟牛排先生 可是本宫内定的蓝宠 所以这几天 我一直在思考 这个游戏 真正的奥秘是什么 是一场玩家之间的对决吗 不 我倒是认为 这是一场玩家 和游戏制定者的博弈 俗话说 崩饱是盈域 黄瓜和那条吃饱喝足了 当然需要适当的运动一下 这样火腿强有些忌妒 于是和小美发生了冲突 那条为了自己的幸福 理所当然的和黄瓜 统一了战线 火腿强带着她的章篮梦 成为了第二个链变蛋的人 如果说 这一切都在大胡子的意料之中 那么逃到厕所的我 可能是在大胡子的意料之外了 大胡子是谁 大胡子就是这场游戏的制定人 大胡子小时候和她的倒霉老妈 出了一场车祸 枪杀了她 为了等待漫长的救援 就把死在旁边的老妈给吃掉了 大概是为了填补自己的泪酒 于是制定了这个游戏 来证明人性从而得到安慰 所以说战胜大活者 才是我的人生目标 而不是你们这些青铜白银渣 那条总算是和黄瓜发生了冲突 就在那条刚杀死黄瓜的瞬间 我一遭黄雀在后 当场跟她出了局 现在存活下来的就剩我一个了 不过想让我吃牛排 火腿肠 辣条黄瓜 那你就是太低估我的减肥觉醒了 我就是饿死了 本宫也绝对不会吃上一口 低洞里一如既往的平静 36天就这样过去了 好奇总是让人物很危险 这就是心理学的奥文 大胡子显得有点胶着不当 他决定来低洞一探究竟 但本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大胡子使得很不甘心 周围的阳光洒在我的脸颊 这你永远属于减肥成功的